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在看完今天这个片子之后的感觉是 其实没有什么好恐惧的 因为其实Pina的特色 它就是把每个人 包括从片子里看得出来 舞者的特质特性挖出来 我觉得我们在看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可以同时想到自己 所以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 就是nothing to worry about 因为其实其实它走了以后 我们都知道我们怎么继续做下去 因为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挖掘 找到自己 那我觉得这部片的特色 而且是3D 那温德斯拍3D 其实是蛮好玩的一件事 那一开始其实有一点点要适应说 怎么戴3D眼镜 看舞台上的舞蹈动作 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抓不到会有一些残影 可是后来我发现有个特色是 因为我自己个人也非常喜欢 温德斯电影很多很多年 那它的公路电影的特色 我觉得这一次很巧妙的 我觉得可以跟Pina的人生观 或者他看世界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那我觉得最感人 对我自己最感动的一些场景的话 特色的话 应该就是温德斯把整个舞团的人 拉到户外 拿到剧场之外的环境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非常非常巧妙的 跟Pina的作品贴切 就是包括它里面的一些 包括大自然的东西 还有它的作品跟我们身处的世界 我们平日的生活的环境世界 daily life的相关 我觉得借着这个影像 完完全全贴切贴近 所以我觉得是个很特殊的作品 那Pina过世之后 有这么多的东西出来 有书有影片 那我觉得可能也是 温德斯自己的年纪 还有它也是德国人的背景 还有它个人作品的历程的关系 让我觉得是 so far我看过 我觉得最老练尸骨的一个作品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看 大家可以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